其實我是一個喝啤酒還蠻容易臟氣的 可是因為它特殊的氣體 它的泡泡非常的綿密 所以我喝其實喝到一個量 我還不太會臟氣 而且其實在喝的時候 會覺得這支啤酒的建立是非常的有層次 因為像一般的啤酒 可能喝下去很多都是水果的香氣 荔枝的味道或是柚子的味道 它掩蓋掉原本酒本身的香醇本身的味道 但是這支建立石啤酒呢 它有中烘焙的大麥 所以喝起來有黑咖啡的味道 像我最近也很喜歡咖啡 所以我覺得喝一支酒呢 有不同的層次也有不同味蕾的感覺 是非常好的享受 而且也會覺得可以喝更多 你真的非常專業 我覺得今天請你來真是請客 謝謝 很開心有機會跟帥哥一起工作 還有在場的各位 很難得可以那麼接近大家 好 那其實就要緊來剛剛說的齁 我們的酒其實是非常有層次的 所以現場的各位貴賓呢 可以先拿起我們的飾飲杯 那先不要喝喔 我們等一下飾飲的時候 一次就先喝掉一半 那我們喝掉一半 我們先看看有什麼樣的感覺 請 對 在 在喝的時候呢 在第一口 因為我們的層次 它每一口會創造出來不一樣的flavor 你在喝第一口的時候 你在口腔中 其實會感覺到比較多的 烘沸大袋的焦香味 就是剛剛簡單有提到 它說的那個 黑咖啡 黑咖啡的那種味道 對 然後你也會發現 它剛剛有提到 它 不像一般啤酒它比較不太髒 對 它喝起來很順 它泡泡非常綿密 對 因為它氣泡很綿密 對 然後喝完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你嘴巴裡面 唾液變多了 就有一種像 喝過高級的茶或咖啡之後 有回甘的感覺 回甘就會想要 一直喝就會上癮 對 就有一種猴頭會有回甘的那種味道 好 那這時候我們再拿起來喝第二口 它的麥芽甜味會比較明顯 所以在喝第二口的時候 比較容易喝得出來 所以這是我們 今天這一種比較特別的地方 而我們今天活動呢 當然邀請大家來 一定跟我們景蘭會有 近距離的互動 然後我就知道 怎樣會教大家怎麼打一杯漂亮的生皮酒 所以我們現在麻煩工作的人 幫我們把每一位貴賓 桌上來就擺一杯酒杯 我們看看後面 後面我們 台灣是全世界首創 叫智慧生皮酒的題 一旦我們打生皮酒的時候 就是打完就算了 但是我們這杯生皮酒 會打完旁邊有一個電子掃描儀器 會讓我們打分數 會掃描 你打出來的酒 它分數是怎麼樣 因為這支酒在愛爾蘭呢 會有8天的要SERV這支酒之前 也是要經過考試 它必須要倒出來的泡沫 跟酒體的比例 要符合建立式品牌的規定 它才可以賣這支酒 我剛剛測了一下 我是89分 希望大家可以贏過我 對 剛剛小蘭在我們左邊 在機器測了89分 所以這場貴賓可以挑戰看看 那我們會到後面 接下來我們會到後面 教大家 什麼使用的生皮酒精 而分數今天前三名的貴賓呢 可以有機會 跟小蘭在那邊 可以合照留念 在示範之後一樣 我們杯子45度 好 手把往下拉 好 酒一發到杯口的時候 把杯子數直 好 大家也可以看到 前後兩杯打出來的酒 其實已經長得不太一樣 這就是浪有現場 結束前跟後的差別 好 我們把第一杯拿回來 這時候我們要再把酒一加滿 這時候把酒手把往前 好 兩杯都滿漂亮的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示範 最完美 最漂亮的方式